据公安部官网11月16日晚消息,当天,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三人被成功抓获并移交我公安机关。 当日,接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通报,缅方11月15日夜组织对明学昌抓捕,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 这标志着,圆缅甸国赶县副县长明学昌和当地民兵中队长儿子明国平,以及女儿明菊兰、孙女明珍珍三代家族已彻底覆灭,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在云南林仓市郑康县南散口岸向我方一交被抓获的明国平等人。 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对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警钉不放,深入推进专项打击行动。 加大对缅北诈骗集团重要头目的击捕力度,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正告缅北设诈犯罪集团要认清形势,丢掉幻想,立即停止一切犯罪活动,停止一切侵害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尽快释放全部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据缅北国赶电诈案知情人介绍,向明学昌这些大家族的发家史,首先就是通过贩毒。 其次就是通过赌场博彩,这些年又依靠电信诈骗牟利,当地有一句顺口溜,偷牛偷不明学昌,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经常偷抢。 后来他当了官,有一种传言说,他从来不审判偷东西的人,有人评价,他就是一根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比较狡猾。 据缅北国赶电诈集团关系较紧人士透露,明学昌家族有一个边防营,一个警察营,还有一个民兵营,掌握着三营兵权。 警察营对外称只有两三百人,实际上发展到有上干人,政府正规军都没有他私家的多。 他将主要兵力安排到安保上面,经过训练以后,安排到电诈园区,表面上说是去当兵,实际上就是为电诈保驾护航,全都是鹤枪实弹的配在那里,然后每个月发三到五千的工资,进行武装护炸。 此前,公安机关侦查发现,以明学昌为首的犯罪集团长期组织开设诈骗犯罪窝点,公开武装护炸,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诈骗数额巨大, 在公安机关严打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不收手,继续大肆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暴力犯罪。 情节极其恶劣,危害极其严重,在充分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基础上,11月12日,浙江温州公安机关决定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四人公开悬赏10至50万元通缉。 借着当官的实权,明学昌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关键岗位上,明学昌的大儿子明国安,有着军政起各种头衔, 原系老街警察21营营长,正是由于控制了警察部队,明家创立了日月集团,旗下的卧虎山庄成了果敢地区最大的电信诈骗园区,明家也成为四大家族之外的第五大家族。 同时,明国安还担任娱乐管理委员惠特种行业管理局副局长,城镇开发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国敢日月集团董事长,东山中小学校董事长等,被认为黑白两道通施。 据知情人透露,明国安有一次在老街街头骑马师不慎坠马,摔成劫滩后前往泰国救治, 卧虎山庄由家族其他人打理,这让他成为明家唯一没上通缉令的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10月30日,年甸政府委派军方专项对卧虎山庄设诈团伙进行调查,搜捕。 当天就在卧虎山庄抓捕了700余名中国籍非法入境设诈人员。 10月31日,经地方警察部队的搜捕,卧虎山庄再逃的300余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分别抓获, 已经被抓捕归案的明学昌二儿子明国平,在大哥结贪后,据称接任了警察部队21营营长。 今年42岁的明国平,又名明小平,此前是缅甸山邦国赶自治区石原子乡民兵中队中队长, 后任国赶自治区民兵大队副队长,也掌控武装力量,除了明学昌和明国平, 另外被中国警方通缉的两人为女性,其中明学昌的女儿明居兰42岁, 云南省林仓市郑康县人,孙女明珍珍27岁。 云南省林仓市耿马歹族瓦族自治县人,二人均有中国身份证, 根据通缉令,两人在电诈集团中也担任重要角色。 明学昌是当地富豪之一,明家与四大家族关系密切悬赏通告所提及的四名涉电诈集团头目, 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该四人是国赶明氏家族成员,明学昌就是明家当家人。 在国赶,有四大资深家族,分别是白锁城家族、魏超人家族、刘国喜家族和刘阿宝家族,明家算是后起之秀。 缅甸当地媒体报道称,明学昌是当地富豪之一。 明家与四大家族关系密切,明学昌最后一次在当地官方新闻亮相是在10月26日。 据当地媒体报道,10月26日当天,国赶自治区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学昌等自治区劳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上,明学昌等对电信诈骗对地区造成的严重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就相关打击工作发表了建议,被捕前豪宅被炸。 此前全家已转移,11月13日,有消息称,明学昌家族位于国赶地区石原子的豪宅被炸毁,网上有传言称,此举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所为。 对此,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发言人李嘉文,于当地时间16日,对明学昌家被炸事件进行了回应,其否认了明学昌家被炸是同盟军所为,我们没有对明学昌家进行过轰炸。 李嘉文称,明学昌家所在的国赶石原子地区正好处于同盟军的一处重要战略据点之上,因此同盟军的目标是清除其周边缅军方和所属民团据点,国军对明学昌家没有做专门的部署和安排。 当然,明学昌家地处石原子是我军的战略必经之路,石原子周围的缅军方和所属民团据点我们必须清除。 李嘉文还表示,明学昌家被炸,发生在同盟军全面攻克石原子周国缅军方和所属民团据点后,而在同盟军进攻石原子周边之前,明学昌就将其人员和财物全部转移至老街了。 所以,当时他家中已没有家卷、工人、贵重物品等。 明学昌被通缉后,有网友注意到,有网络传播的图片显示,2023年1月30日,他曾为其孙子明光中举办庆祝明学昌孙子被北大录取升学宴。 11月13日,北京大学宣传部回应,这个人也就是明光中。 我们查了,他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且没有他任何申请北大记录,现在我们都知道明学昌是电信诈骗嫌犯,大家都不要相信一个诈骗嫌犯的话。 实际上,奔驰被通缉的明家四个头目并不属于四大家族,但是干的坏事被四大家族更加多,所以国家第一个通缉的就是明家。 目前国敢同盟军正在国敢老街等待进攻信号,明家跟四大家族总部都在国敢老街,他们已经跑不了了。 彭德仁这次也是出师有名,得到了社会的好名声跟大国的帮助。 同时,同盟军领导者也向老街喊话,要求明家明学昌父子到大国投降,这次明家是跑不了了。 国敢同盟军现在士气正旺,一路过来进攻势如破竹,守抚老街就在眼前,免军现在也基本不敢再管四大家族了,网络上一直传卧虎山庄一千零二十事件是真的,所以一定不会放过明家。 明家自然不是国敢四大家族之一,但势力也非常强大,还是第一个搞电炸园区的。 2023年1月30日,疑似称为国敢自治区警察部队唯一官方资讯媒体的个人类型号,发布一条,庆贺明学昌孙子明某成功录取北京大学的文章。 并配多幅现场图,该文称明学昌在明府大社宴席,安排歌唱、舞蹈等节目,邀请好友共享。 其还称,明学昌孙子明某收到中国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各级领导,社会团体及民众纷纷前来祝贺,欢聚一堂。 明学昌在宴会上发言称,国敢历代180多年的历史当中未出现过考取中国北京大学的人,自己的孙子明某是诸多国敢学子中脱颖而出的唯一艺人。 这将是他一生用金钱买不到的光荣,为此感到骄傲。 另一名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明国平也在这次宴会上发言,称,现如今的21世纪是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是电子信息稳步发展的年代,人类不断刷新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能够更好地接受时代洗礼,才能更好地顺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 相关办案工作人员证实,公安机关确实发布上述悬赏公告,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孙子上北大这个事已经知道了,需要的是和这个明学昌本人相关的信息。 同日十七时许,平安国敢发布当地反诈清零行动通报,称为配合邻国警方针对全面清除国敢诈骗行业及保障中国公民人身安全等要求。 前主席白索成明确表示,力争在二至三天内将所有诈骗公司以及其中的外籍人员全数遣返回国,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